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在本期北京客一开场的时候 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支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 可以说它是在中国乐团 未来的一个人人生起的新星 于是乎今天再一次到访北京客 带来了一会儿非常与众不同的演出 女士和女士 掌声有请几位 谢谢 来 咱们往中间 来 我们集合一下 来 我们向右看 去 向我看 向前看 各位 有没有发现 他们台上这五个同学 有一些共同之处 来 你们说一下 这支乐队特别在哪里 你都看见了哪些 首先来自同一个班级 来自同一个班级吗 如果正确的话请点头 不正确的话一起摇头 三 二 一 我觉得这个吹萨克斯跟吹长 这个黑管的这个两个姑娘 应该是双胞胎吧 如果对的话一起点头 对吗 他们两个是双胞胎 对 对 其他这三位呢 还有什么其他共同点吗 有没有别人有其他的发现 朵朵 大顾的和那个 他旁边的那个帅哥 他们好像也是 就是不是双胞胎 但是就是 有血缘关系 看上去很像是吧 对对对 应该是姐姐或者弟弟 或者哥哥和妹妹对吗 对对对 他猜的对吗 你们两个有血缘关系吗 三 二 一 一家的 好 那就被孤立 就把中间他孤立了 你知道吗 你是来创门的是吗 打酱头的 人家俩是一家的 人家俩是一家的 最后就剩他了 好 那我有三个问题 大家用点头和摇头来回答我们 第一点 五位 五位都姓同一个姓 对吗 什么一个字了 好 五位是同一个学校的同学 对吗 五位是同一个爸爸妈妈 对吗 五胞胎 风云姑短片 让我们来走进这漂亮幸福的五胞胎 2002年 河北苍州的王翠英来到北京妇产医院做检查 被确证怀 怀疑五胞胎必须留样观察 医院决定尽快给王翠英实行剖腹手术 在此之前 中国还没有通过剖腹产手术 确保五胞胎母子平安的先例 为此 北京妇产医院组织了多科室的会诊 为王翠英的手术准备了一套详细的方案 2002年3月 王翠英被送进了手术室 三女两男 五个新生儿先后顺利的来到了这个世界 回之在想 妈妈现在是什么呀 所以说掌声请出这位伟大的母亲 王姐再次回家 回到北京客的舞台之上 咱们一起回头 妈妈来了 掌声有请 欢迎王姐 杨基老 你好王姐又见面了 好 好久不见 您变瘦了 您在中间 您在中间 您好 王姐再次回家回到北京客 那咱们现在的人生态度是 做妈妈难 做我天妈妈更难 但我是最幸福的 做妈妈难 做五胞胎的妈妈更难 其实一转眼 四年的时间过去了 通过这个短片 我们很多新朋友 也是刚刚认识这一家子 心里面肯定多多少少有些小变化 那进入本期北京客的朋友圈第一条评论 我是人生当中第一次看到五胞胎 对 当年你还没有来加入我们 对 我想问一下 这个生五胞胎的这个几率有多大 当时那个据那个妇产医院 那个专家说是六千万分之一 六千万分之一 天哪 那个我也是说明第一次见这五胞胎 从来没见过 然后我是想问 阿姨您这个 因为孩子多呀 然后又是就是一块生了 您有没有搞混过呀 那个小的时候 就大了没混过 小的时候经常弄混了 就是喂奶的时候也会混 洗澡的时候也会混了 那我就可以理解为应该是有人被喂了四次 有的人被饿了三天 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当时小肯定是你喂完了以后 还在去喂他的时候 他不吃 旁边的哭你才知道是错的 对 然后小的时候吧 再大一点的时候 比如说四岁的时候 五岁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 洗混了就知道了 妈妈我已经洗过了 你再去拉他洗 他就说妈妈我已经洗过了 明白了 其实这一点我们就觉得应该是三个姑娘 小的时候经常怒火一直在洗 你看老二的这个皮肤发黑 老忘记他 就一直没给他洗你知道吗 所以说到一代 洗成老五了 老五晒得也是挺黑的 小的时候也没好好洗 老忘 那仨姑娘洗得多白劲 好 来自我们的这个 乌斯贝克斯坦的米兰 然后我的问题是 怀上他们以后吧 就是最大的感觉就是 吃不了饭 睡不了觉 然后憋气 难受 王翠英的肚子 渐渐被五个小宝宝撑得非常大 同时 她的日常生活 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躺下差不多 也就两分钟 三分钟的样子 就得动 就得动一次 就不能说老是一个姿 是一般的时候 我就是跪在那个床上 胀大的子宫顶住了王翠英的胃 怀孕过程中 王翠英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2002年3月47点 王翠英被送进了手术室 一支30人组成的医疗团队 已经全部就位 围在了王翠英超大的肚子周围 按照分工开始手术 好 王翠英俊 是 我们上导师 去 二分钟 我 一支 一支 二支 一支 你们 这个西瓜有多重 这个里面装的是西瓜吧 这个西瓜有16斤 姐当年你怀五宝胎的时候 17斤半 那个莲水40斤 40斤 小Kiss 也就是说三倍的这个西瓜的重量 基本上 这才是三分之一嘛 让你家最淘气的老小改受一下 当妈的不容易 大姐太棒了 老五 老五 好重 好重是吗 我要跟你说 这只是四分之一的重量 当年妈妈背着你们五个人 有四个西瓜 那所以说我们哥哥姐姐有一个要求 能不能在我们节目录制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节目结束 可以吗 可以 好样的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 把手放开 你觉得还可以是不是 这是你的孩子 好吃的 好吃的 那这样我们也有一个邀请 就是说能不能在本期录制的时候 你跟米兰换一个座位 一直来感受一下 可以 未来你也有去当妈妈 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就解释 不光怀孕 不光怀孕的时候 就要比一般的妈妈辛苦 为了养活这得之不易的五胞胎 也让妈妈王翠英 体验到了超出常人的艰辛 我上班我着急 一般的时候我就给他们 就说车上推着三个 然后地上走着两个 他们那个地上走着就让他们跑 也有淘气的时候 但是比那个同龄的孩子 还是那个比较乖 我上去听话 五个刀听话 为什么帮妈妈干活呀 妈妈来 妈妈中天就可以上班去 如今已经13岁的他们 在妈妈心里又有怎样的转变呢 请您跟随我们一同进入 五胞胎性格大考问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家庭的 一个情感大考验 尤其我们的主考官美女一静 那么第一道问题呢是 小的时候性格都肯定 跟现在会有一些变化 那有小的时候 跟现在性格反差 最大的一个孩子是谁 性格反差对老二 老二 对 他那个小时候是挺闹腾的 跟老五一样 好像比他厉害吧 比他淘气 挨揍最多的是他 是他 对 他从小就是被狗咬了两次 就是那时候刚一岁 一岁多吧 一岁多 一岁刚多一点 刚会走路 他那个在家被狗咬了一次 就把耳朵咬穿了 头上咬了那个四个洞 都咬穿了 然后那个 后来来北京以后呢 上幼儿园了四岁多 然后那会儿就是我一个人带着他们来到北京嘛 他那个就是从幼儿园回到家里 然后我在院子里洗衣服 他们在外边 又被小狗又咬了一次 你觉得这四年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应该性格吧 性格 那你那淘气劲去哪了 是为什么突然间觉得自己长大 要像男人一样了 可能是因为爸爸 爸爸去学乡打工 然后跟我说 别他们要和我闹 就别和他们要让他们家 他可能就变 还小一点吧 老二是爱都是长事 那个时候就是 我这个跌起来 这一把删我 也能把它删起来 但是这个老二吧 就是我无论是怎么打 打完以后 他还是喜欢 就是溺在我身上 五个孩子中 老二与父亲教保存的关系最亲 然而 这最亲密的父子关系 却源于当初最多的操心 由于早产 五姐弟从一出生 就被放入了保温箱 严密监控 然而 人们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教家老二 患上了结肠炎 儿科专家给出的结果 让教保存与王翠英 陷入绝望的边缘 对一个正常的 一个心中的染症 死亡率都会很高的 王翠英与爱人之导医生 做出的这个诊断 也许就意味着 将与儿子阴阳两隔 深知手术风险 虽然很大 他们还是决定铤而走险 当儿子被送进手术室 这位父亲 在手术室外哭了 教家老二 也幸运地躲过了这一截 如今已经13岁的老二 也开始渐渐体会到 父亲曾为他付出的爱 好 请继续提问 五包胎里现在谁脾气最差 那个老四是脾气 是那个急脾气 是吗 脾气性子 对 它是一个急性子 但老五就有点净 反正它俩脾气差 不分伯仲 都差 差不太多 老四真看不出来 姐弟俩不想瞅一眼 是个急性子 对 你看老四笑得多灿烂 对 而且她真的现在很漂亮 你发现了没有 急事 来 说说吧 你当选了 说你性格特别的急 这几年变了 为什么 你都急什么呢 我没有急什么 其实以前也挺急的 那你着急的原因是 因为弟弟妹妹 或者哥哥姐姐们 什么事特别慢吗 还是说你特别 希望所有的事情迅速地做完 不喜欢拖它 就是有的时候 让他们做什么事 他们就特别慢 特别慢 一直拖着 她爱管事 她爱管事 她想管些什么事 这是好话吗 那个 就比如说家里卫生 该做饭了 这些事她都管 她会指挥别人去做 她是让别人做 未来的女人 不许多一个事 我还没想说 听得谈好吗 她一定会去做 事这些事 很基本的事 她会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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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 都有 她的事 没有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妈妈心里面一直觉得你是一个现在现阶段比较调皮比较强的一个男孩子 可能更多的时候他对你的关注会比其他哥哥姐姐更多一些 今天为什么哥哥一上来就会让你背着这样一个十斤重的西瓜 其实不是难为你 就是一直在想一个男人一定要通过一些事情磨练 你才会知道父母的不容易 如果真的有一天你知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长大了 所以说哥哥就特别想听一听你今天背着妈妈曾经背过的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辛苦吗 很辛苦也很重 也很重 你觉得背一个小时你会有问题吗 应该会啊 一天呢 一天估计 不行 一个月呢 一个月 也不行 十个月呢 不行 所以说你知道当妈的不容易了吗 那接下来其实这不算是一个惩罚 我希望咱们家庭其中其他的姐姐哥哥们 一起帮她把这个当年的沉重的担子给她解开好不好 来 让你们家的小五 老大 轻松一些 我们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西瓜 其实中国有句老话叫刮熟必落 这么长时间您辛苦了 再次回家 孩子们长大了 其实就像我们今天选择这个大西瓜一样 好漂亮 打开之后一定是香甜香甜的 这也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份礼物 你们真的长大了 好 好棒 然后送给他们 好 接下来进入本期北京课的追问北京课 听听各位的看法 我一直是理想的 如果万一我生个底胞胎 我就想他们每一个人穿衣风格打扮都不一样 比如说一个朋克尔一个树女一个怎么着的 那您比如在日常打扮他们的时候 是会把他们像今天一样打扮的都一样呢 还是买衣服会就是特意挑 比如说一个运动风啊一个树女风什么的 这个没有特意的去打扮他们 因为就是从他们出生以后你就会感觉到很忙很忙碌 每天有跟时间赛跑的那种感觉 照顾过来了 没有时间去想那些 只能等他们打了之后自己打扮自己吧 对不对 谢益 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子女教育问题 好 因为这一个孩子就很难搞了 您这五胞胎就教育起来有什么诀窍吗 还是大拨哄啊 就是我在教育上真的是没有方法 因为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就是跟他们在一块的时间也很少 他们一早就去上学 我就去工作 明白 然后就这样 因为现在五个孩子在五个班嘛 对 那学校一般同一学校开家长会都是同一天吧 对对对 那你怎么开法 我开家长会就很为难 就是五个班 不是坐你面前给你单独开是吗 没有没有 我一般就是去一个班 因为那个谁学习不好 谁问题比较多 我就去那个班 然后那个等下来以后 我再单独找老师 再去找不同班 对 我再挨个挨个找 看你们谁这么有幸啊 让妈妈帮你们开了无数个家长会 对 很好的 就是菜就是应该是你 你看 自己还是很主动说 是我吧 对吧 应该是我 姐姐现在是已经不是全职的妈妈了 是吗 现在好像我听说 你已经出来工作了 对对对 现在就是 他们呢 基本上就靠自己 自己 我呢 就是也正式上班了 是朝九晚五的那种工作吗 对 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 再次困扰这个家庭吗 要出来工作 还是因为你觉得孩子们大了 已经可以 其实呢 那个孩子们 这个经济上当然也需要 因为养五个嘛 肯定需要花钱 然后那个 再一个 他们也大了 我觉得我也应该 自己那个过过自己的生活 每天 我觉得是累并快乐着 那回头想 您觉得 就是养孩子了 还是现在您这个年龄 再一次 走上工作岗 上班了 我觉得还是 养孩子比较累 因为他们五个 我觉得是 养他们是最辛苦的 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短片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一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倒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还要谢谢人家呢 但是在工作我老是觉得看到短片的介绍 工作量是很饱满的 而且甚至是很紧张的 那就没时间来管他们了 那这个饭做的晚餐也是比较 特别的省事简单 就是基本上就是对付吧 现在 那他们就不能让他们做做饭吗 孩子都这么大了 孩子他们也做 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他们做 因为我回来就是 我回来就八九点钟了 他们基本上就是都做好了 那一般在家里面做饭的是谁欠手 应该是老四 做饭老四比较爱做 炒个菜啊 他来炒 来介绍一下自己几个拿手菜 没有几个 你认为做的比较好 比如我们去吃饭 你要招待我们 你就觉得这菜一定得满 你能做 肯定西红柿鸡蛋了 西红柿鸡蛋是吗 也是西红柿炒鸡蛋 也是他们最爱吃的 还有吗 也是他最爱做的 一般就是简单的炒个素菜 绿叶菜什么的 还可以 对 于是乎这么多年走过来了 我觉得孩子们也 一点点会省心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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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